大家好,我是陈苗 为什么富人的钱它越存越多 我们穷人的钱就越存越少 我前两天看新闻的时候 看到这个马亦金服 他推出这个马亦荷花 我读到一起赚钱的时候 还挺开心的 现象这公司真会为大家考虑 等我读到一起花的时候 我只想说 顶他个匪 这赚的有个屁用啊 这个顶他个匪是乌鲁瓦鲁语 表示惊讶的意思 和顶你个匪是同一词 我们穷人 他想管住自己的双手 真的是很难 原来一个人多手的时候 你还有一个人送医院 现在好 他们想把两口子一起拿下水 难怪他要被证监会问询 所谓监管是啥 监管就是问一下马亦啊 马亦你该不会是十颗囊吧 再反过来问一下十颗囊 十颗囊 你的屎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我们穷的人存钱就这么难呢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理 想买个什么东西 却少不得买 本来想把钱存着 但是呢 等过了一段时间 就发现那个钱 他不知不觉就没了 你想要买的东西也没买成 但是有时候你下定决心把东西买了 你发现日子也还是照样过 印度的穷人 他盖房子他是这样的 一旦有点钱 他就买一块砖 一块砖一块砖的盖 不是说把钱存起来 然后一起盖 在肯尼亚的农民 他们丰收之后立马就把肥料买了 你如果说把钱存着 等下次播中的时候你铁定没钱 真的不是不想存 他们就说就像有鬼一样 家里你要是有点钱 这种事那种事就来了 然后把钱花完了 这里面蕴含着经济学思想 就是穷人存钱 你先得降低资产的流动性 那个买回家的肥料 它是因为有低薪引力帮你拉着的 所以限制了它的流动性 我是个存不住钱的人 但我这手上一直有一大现金 就是因为流动性降低了 接下来你应该增加这个资产的内部引力 印度的穷人 他会先向小贷款公司贷一笔钱 然后把这笔钱存在银行 给女儿做未来的嫁妆 然后他再分期还给这个小贷款公司 肯尼亚的妇女 他会组成这种存款小分队 大家把钱放在一起 然后到银行存起来 这看起来匪夷所思 但是背后的原因 就是为了增加内部的引力 除此之外 你还需要利用资产的外部引力 让钱升起 实现资产的负利增值 是资产的终极目标 如同恒星 它不断袭击周围的尘埃 最后演变成黑洞一样 我们接下来谈谈热力学中的伤 以及如何利用穴导屏障 来实现个人的增值 伤它在物理中代表着可能性 可能性越多伤就越高 伤越高它就越混乱越不稳定 大家看这里 如果只有一颗棋子 一个位置 棋子的位置它是唯一确定的 伤就为零 后面增加到两颗棋子 更大了一个棋盘 可能性就越来越多 商业越来越高 如果一种资产 它只有一种方式 比如说现金存在 那么它是唯一确定的 这种情况下 伤很低 为零 但是现实生活中 我们的资产它有N种存在方式 除了现金 它有零食 手饰 衣服 电脑 各种电子产品 房子 等等 等等 每增加一种可能 商就增加一分 而穷人的资产数量 还不足以说凝聚到让它产生引力 你看像特朗普 他的钱不仅不会流失 还会不断增加 宇宙膨胀都影响不到 因为宇宙膨胀是不会影响 束缚体系的 所以宇宙膨胀的商增 都不会影响特朗普的财富 新冠期间 富人的资产增加了8000个亿 美元 而这些全是从中产和穷人那里逃逸出去的 你应该怎么避免你的资产逃逸呢 我们人体它有一个重要的机能 叫做血脑 屏障 保护人脑免受外界环境的伤害 如此看呢 把你的资产放在脑子里 似乎是一种很可靠的策略 所以聪明的人他会选择投资自己 因为自然为我们放在脑子里的资产 提供了一种天然的屏障 你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是很难被人偷走的 他将伴随你一生直到你死去 也不会因为扩散到环境里面 就从你的大脑里面消失了 所以保护好 并投资你的脑袋 就是保护好你最珍贵的财产 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小伙伴们要是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弹幕评论转发 谢谢你